这些年轻的鸡童呢 都是隶属于屏东的一家神坛 他们透过脸书组织成了一个鸡童团 那么到处接案子 穿起道袍 当起了法师 博有信徒坦诚说 看到他们志气未脱的脸庞 很难相信他们真的有法力 继续是我们的剧终报道 中原普渡 这群年轻的道士接到了Cas 从屏东到台中 帮忙一间宫庙办普渡法会 该有的行头没少 穿着道士袍 戴着道士帽 嘴里捏捏有词 手脚比划个不停 但这主技的法师真的很年轻 怎么看也不像 连当时来参加法会的信徒 一开始也觉得怪怪的 不仅如此 其他的小道士鸡童更是夸张 还有人揽着一头金髮 虽然年轻却很懂得行销 随时有人在一旁摄影 因为要把这组织的规模 PO上网 除此之外 他们还透过脸书成立组织 分工也相当仔细 从公主主持 秘书顾问 甚至连司机都有 连路会方式都帮你想好了 组织成员强调所有的行为是修行 但透过网路影响 父母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子女就这样成了神明的另一代言人 昨天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我刚才看着剪了 我以后是把这个节目的 我以后就会有点准备